这两天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很多人学到了一个新名词 PHEIC 全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月3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 经过会议决定 将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列为PHEIC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尊重世卫的这个决定 应将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配合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 但同时 专家也提示大家不用过度悲观 被列为PHEIC 并不意味着中国成为了疫区国 根据以往世卫对其他国家 发布PHEIC后的情况来看 这并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大的威胁 而且事实上 在过去的11年间 世卫还发出过其他5次PHEIC 其中感染人数最多的一次 仅是巴西就有150万人感染 本期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世卫组织发出第4次PHEIC 债卡病毒疫情 债卡病毒最早于1940年代 在非洲被发现 此后也传播到东南亚 太平洋岛国和美洲地区 这种病毒的源头 是一种叫伊纹的蚊子 很多人都觉得 不过就是被蚊子咬了一下 大多数感染者 甚至都没有明显症状 只有约20%会表现轻微症状 如发烧 皮疹 关节疼痛和结膜炎等 而且多数情况下 这些症状通常不到一周几个消失 那为什么这么小的蚊虫叮咬事件 却让世卫组织在2016年 发出了第4次PHEIC警告呢 原来在疫情最严重的巴西 短短8个月内 有150万人感染 与此同时 新生儿小头症疑似病例激增 一年时间内 数以千计当地出生的婴儿 头部大小不正常 导致小头症和其他几种胎儿 出生缺陷的原因 而令人最无奈的是 疑问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找到 如果小头症大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疫情 全球各国都积极应对 拉美多国公开呼吁妇女 推迟怀孕 萨尔瓦多竟然建议本国妇女 经免两年都不要生孩子 我们也先后发现了15例感染者 最后都应及时的医治 避免了扩散 目前各国对债卡病毒疫苗的 研究工作也在进行中 相信不久的将来 有效一秒将面试 一只小小的蚊子 却影响了巴西很多人的 下一代健康 想想我国的这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虽暂时没有明确 是和哪种野生动物有关 却一样令人厚怕 拒绝食用 饲养野生动物 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不要因为一次贪吃 却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 被列为PHESA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吸取教训 一错再错